请问佛弟子在往生前梦见观世音菩萨 通知他阿弥陀佛见音往生的日期 这是否代表决定往生平位如何 这个问题 你可以记住 你梦见观世音菩萨 告诉他哪一天往生的日期 看他那一天是不是真的往生了 如果是真的 这没错 如果是假的 那就靠不住了 至于平位如何 那看他平常念佛功夫的亲身 决定他往生的平位 不过真正念佛人 如果常常把平位高下放在心里面 他的平位一定不高 怎么知道不高呢 他的分别执着性很重 没放下 如果不在乎平位 根本不想这个问题 他的平位可能很高 为什么呢 他分别执着没有了 理要懂啊 偶叶大师 他老人家这是我们净土宗第九代的祖师 英光老法师对他非常赞叹 他常常告诉人呢 他求往生 真求往生 至于平位呢 凡圣同居图 下下平往生 我就很满足了 这是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啊 不要有分别执着 你品位就高了 有分别执着 你往生再翻身同居图 没有这个执着了 你身在方便犹豫图 没有执着了 没有分别了 不起心不动念了 身实报装颜图 所以对于品位看得这么重 纵然往生 这个品位不高 这个是肯定我们能体会得到的 我会不会执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